大家好,我是瑞唐 欢迎各位来到陀课学校 我们今天要谈一本书 陀课学校在这一年多来 工作团队无私、无我的投入 然后都是志工 我们产生了一本书 叫做《未来的世界大风吹游戏你可以不当鬼》 我们集结了大概七届建宗的校友们 然后他们在经历职场上30年之后 他们到底走了什么路 给谁参考呢 给现在的高中或大学学生 或者是现在正在听的 也许你就是这些高中或大学生们的父母 那这个学测倒数现在不到一个月了 可能结果就小孩子们 他们要好事怎样揭晓 但是我们知道未来路还很痛 所以有时候难免会焦虑 小孩子到底考得好不好 由他路子走 那我们时间放长一点的话 我们放30年 我们来看看这一群建宗 横跨七届 我想众生应该是蛮深的 过30年到尾他们走了什么路 那到底他们需要哪些技能 心态 要碰到什么样的挫折 人生会有什么成就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市面上少见的 那今天我担任主持人 来访谈我们幕后的工程 主要是为这个工作人员 那他们的出书的缘由 整个过程和协调 他们想借由这本书呢 传递什么讯息 各位来有些收获 我首先就稍微介绍一下 幕后的工 首先是王明胜同学 他是投革学校的发起人 跟第一任的社长 那这个 是不是请明胜跟大家先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王明胜 第二位我们来 这个请Terence 贺文凯同学的跟各位打招呼 他是我们的第三任社长 那这本书就是横跨他整个任期 他的居中指挥协调 可能应该是 都花费非常多的心思 我们请Terence跟大家打招呼 哈喽大家好我是Terence 那也谢谢瑞棠的介绍 就是这本书等会我们可能可以聊一聊 就是在出版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些幕后花絮这样子 好我访谈了我提的提刚好 不过我们民生说不需要 所以我们今天会大乱舟 希望能够放轻松 拿很低的大气 帮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再来 我请那个James 预证大家打招呼 嘿大家好 我是建中士一届林预证 大家习惯叫我James 那很荣幸在这个频道跟大家见面 好谢谢 好来第四位我们要介绍的是 这本书 这个非常重要的工程 我们41届的学弟 小一届而已 但是他已经出了9本书了 所以我们这本书的工作 都指引一开始他来一定 那这个作者旭 很多人说他写得非常好 是工程就是他 那个Bride 吴明璋 总统学弟 瑞唐主持人 然后以及这个大家好 那很高兴 藉由这本书 可以有跨界的学习跟交流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 做每位作者 那待会跟大家聊聊 这本书后面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好来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访谈 这本书的书名叫 《外来的世界大风吹游戏》 你可以不当鬼 我们知道现在因为科技的发展 非常迅速 所以光束般的在改变 所以未来到底变 怎样是没有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 但我们可以从过去的这些 过来源 在30年的这些心得 走过路得到一些启发 就非常难得 我们集结了33位 建宗的同学 可能大家就知道说 建宗第一志愿嘛 这么优秀的家伙们 他们以后进入靠多路 是不是一帆风顺呢 那是不是就是 念了什么科系就走什么路呢 有没有一些风回路转啊 跌不跌交啊 他们怎么克服 相信应该是值得参考 不管是高中大学生 或者是将正进入职场 或者是他们的父 都是 实际上我们这些 多数人也大概都是 这些小孩子们的一个父 所以33位建宗大 多元职场的自我追求 在外面的时代 找到自己的位置 由各学校所说的 好来首先我们先来谈谈 这本书的起源 它的源起是什么的 那我想可能应该请您明胜 跟文凯 其实可以先讲一下 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有投课学校 然后你写这 发想出这本书 原始的概念跟构想要达成目的 这个起源应该是要主持人 跟主持人有密切的关系吧 就是最早的起源 就是这位主持人瑞堂兄 他觉得说 我们已经访谈这么多人 那既然都是影像的东西 感觉虽然说影像是现在 大家很熟悉的媒体 但是毕竟还是希望说 它变成一个文字的内容 但是要做文字的话 要大家把每一集影片 其实我们光打它 开头介绍打个三百字 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这一块吃不消了 所以就想说 那这个真的要搞成一部书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工程非常的浩道 所以就没特别的想说 这个瑞堂可能也说说算了嘛 对不对 他就没特别的在意 然后就是有一次去跟几个 投课学校的一些受访的来宾 一起去吃饭 然后就有人提起说 在里面这个访谈那么多人 要不出一本书吗 那之前就只有说 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在那边 在那边想说 这个要不要出书啊 那大家都没有什么动机 就算了 但因为在吃饭过程当中 其他人就七嘴八嘴 就聊起开 聊开来了 就感觉好像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眼前 那就是有点被赶鸭子上架 就就就好吧 那就回去认真想一下说 是不是真的能做出来 大概起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OK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能觉得说 科学校有蛮多已经访谈的内容 那每个来宾可能讲的 有的从40分钟到一个多小时都有 那那个素材那么丰富 我们就把这些素材 想办法把它浓缩集成 集结成书 所以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了那个idea之后 想说那就找现在这些来宾 他自己既然都讲过一遍了 那看看他有没有机会 把它自己写成一段 浓缩成一段 比较就是俊勇的文字这样子 然后后来联络了 稍微这个探寻了一下之后 发现好像录影是一回事 对着镜头讲话 讲一个小时很简单 可是你叫人家写出这个 2000 3000字 能够把整个精华写出来 好像不是这么容易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开始想到说 原来以为还蛮容易的 因为大家也都有那个意愿 但是真正开始要做的时候 就没这么简单 所以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花了蛮多时间 想各种方法 引诱各个作者 愿意来参与这件事情 这样子 对我觉得就是 观光难过 观光过 人凑不到 然后在线上发这个宣传 来的没几个 然后明章还写了 很很丰富的 那个写作指南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 大家其实就像明胜说的 PowerPoint的很会讲 然后要他演讲 他也很会讲 你叫他写2000字 怎么样也生不出来 就是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明章 写的那个写作指 你到他看来觉得说 反而不敢写 这么困难 就是要写 他这么快 很早就出来了 而且好多艺人 不是 然后再来 刚好因缘机会碰到学弟 然后他刚好也要做一个访谈的内容 所以他也帮我们 就是弄了大概六七个作者 我觉得 其实很多都是机缘巧合 所以观光难过 观光过 就一开始 从同一书凑不起 然后作者凑起了 但是又有一些人被删搞 所以其实有好多这种事情 我觉得能够走到今天 蛮不容易的 对 还有就是出版社 那时候跟我们讲说 我们要认购多少本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 我也实在很头痛 我觉得说 这本书也不知道卖得好不好 然后到时候 万一会不会都是 只有我们几个在买而已 对没错 那时候的那个本书 我想说 哇要买这么多啊 那我要堆在家里 怎么办这样子 要销多少年才销得完 结果没想到现在 那个数字好像 没有想到那么困难 对跟他请平章聊一下 他那个写作指引 究竟是怎么弄出来 这就是蛮厉害的内容 对不起 原来是我的写作指引 害了大家 没有啦 其实 比较风险管理手册 没有 那个标准来写 他是根据IS 什么 或是ISO ISO 标准 没有啦 其实当时应该 那个起源是在于说 我们也看到其他 我们也看到其他 这个各校的 对不对 类似的出版的书嘛 因为比如说像 像北云女 或是其他学校 他们是由一个人来指笔 去统一那个风格 这是一种方式 那我们也看到一些 其他学校的校委会的刊物 那会觉得说 当你你可以 当你去花时间去讲 我自己的工作经验 你到最后 你很容易就陷入了一个 那个流水账 Longery list 那那个Longery list 不是不好 而是说你怎么去吸引读者 然后进入你的故事 那这样很俗 很白话就是起承转 这个我们从小 作文都知道 但是除了起承转 之外 或是五个WH之外 你还有没有哪些 的方式 是现在 比如说从 大家说故事的方式 或是说其他的 比较新的 这个写作的技巧 或是观念 然后去设计 然后带领的读者 进入到你的体验 跟你的世界 所以才会有 那个写作指引 那写作指引 后来因为讨论区 有很多大家 对这本书的期待 跟想法 所以我也是 藉由这样子的方式 把当时的 那个时间的讨论 做了一个整理 其实我觉得 写作指引 到最后 那个也不是一个指引 到最后 你就把它当作是 那个时间点的 一个记录 就是我们那个 时间点 人事实地 曾经有做 那样一个讨论 那第二本书 可能又不一样 第三本书可能不一样 但是anyway 至少有 有那个时间点 我们曾花时间 就是大家也看过 那样的 那样的切误点 就会说 那样留下的 一个记录跟脚步 事实上是有一些 还还蛮 有一些故事 还有一些想法的 OK 那这是当时的初衷 为什么要弄 那个写作指引 我觉得那个写作指引 在当时也有一个意义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 搜集了几篇文章之后 发现 大家对于那个讲故事 好像不太擅长 就是所以在跟大家讲说 起程转合 大概要怎么写 本来的用意是这样 因为甚至有些人 交出来的文章 可能是第三人称的 可能是第一人称的 都有 各式各样 那我们想说 既然要集成一本书 总不会每一篇的 那个风格 差异的这么大 所以我们本来 出那个写作指引 想要跟大家讲说 那2500字 或是这个3000字 大概要怎么写 比较会有故事性 然后建议大家 要从自己的经验出发 怎么写第一人称 诸如此类去这样讲 其实后来发现说 你也很难限制这些东西 因为大家各自会怎么写 他还是会怎么写 对 我觉得那个的确 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想要让这本书 成为一个形状的时候 的一个努力 这样子 我是觉得一开始的 那个框架 怎么确定下来 尤其是我们这个是 算是校友的 就算不是第一本 也是很前面几本 那我 所以定这个框架 本来就很困 那所以也经过 很多反反会讨论 然后当然我想说 如果我们还有 可以出第二本 第三本的话 我想这个框架 应该就不会 这么头痛的 大家就比较知道说 这本书 最起码要有第一人称 然后呢 什么样的方 什么样的方向 这个就比较抓得到 我们真的是 万事起头难 那我只能这样讲 我用一个稍微有点 半局外人的角度来分享 我觉得这本书 被为框架 带来另外一个 高风景的境界了 我觉得它是一个 收敛的过程 都是一个放大 因为很多人 他一开始 他觉得那个 框架可能还在观望 你们完整完 那虽然我们 把影片拿出来 对不对 但有些人他是不听 像有些人是视觉醒 对不对 有些人是听觉醒 像听我就觉得很慢 我看你比较快 那我觉得书的话 可能会更多 所以他会知道 我们是完整 我想那个 那种扩伤性 会更高 然后有些事情 我是觉得还可以 既有的书基础 譬如说 我记得当时 我们在出书 那个名书上 可以先写文章 对不对 再集结面出 那我们现在可以反过来 反过来做 因为有书呢 有些文章 我们弄了几篇 然后先抛揭露出来 它很精彩 接下来就是 你去书 也许可能就可以去 扩大他那一块 接触 或吸引别人来 很棒啊 你才看一篇而已 还有三三五 也许他就会有个诱因 等我们是反过来做 或者说反过来 可能有些作者 他没有这种方法 他愿意 再来让他讲一下 他里面的内容 这样就多方 可以跟这书连结在一起 但我请那个 玉政跟Bright 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因为Bright出过九本书 所以我想他 经验非常的丰富 当初他怎么去 帮助大家 那我稍微补充一下 那个时间走 在我们录影的当下是 2021年的10月25号 所以耶旦姐快乐 看我们是一志工 还在这边 跟大家录这个 录这个幕后花絮 我们的时间走 是2018年10月 差不多25号 那是我们第一个访谈 图科学校 我印象很深刻就这时候 那到了两年之后呢 就2020年那时候疫情 所以我们访谈 就也稍微有点受阻 因为访谈人多了 然后又疫情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 精神会比较恐慌一点 乱嘛 所以我们当时候 就想说要怎么去再图 那房谈本来是目标 是要100期 那时候我是社长 第二任社长 我就很紧张 因为才80几集而已 就想要突破 所以我们才最后 催生出了这个IPL 那个弄书 但那个弄书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待会儿我稍微 请大家谈一下这个钢底 所以那个 再请James先谈谈这个过程 一些心得 或你看到一些团队合作 或是一些困难之处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先请那个Bright 因为他出了九本书 让他分享一下 当初你是怎么样子 去开展一个发想跟工作 还有协助 因为协调33个人 当那些 如果在法律宿舍待过 当那法务的问题就很难 因为他不只写作 都要编辑 因为有些人在 可能说话他很擅长 但写字出来又不太一样了 所以可以请Bright 讲一下这一块 或者是想想说您写 自己写书 跟写这本书 有什么问题 想参应个蛮大的 对 其实我觉得其实 第一个 大家会有这样 想要写 参与这样一个计划 我想跟重聚30 脱离不了关系 因为第一个大家可能 回顾过去30年的工作经验 想要留点什么 想要跟小朋友说 或是留给年轻一辈的人说 所以我想大家是一定 会有这样一个动机 那接下来就成如 这个名胜跟 这个Terence这边提到 因为当你想要 不管字数多或广 当你想要写一篇 去回顾你过去的人 工作或人生 只要的时候 其实你要翻想倒柜 把你自己过去 可能遗忘 或是去重新的 去爬梳 你整个过去的 喜怒哀乐 或是我们这篇文 这个想要传递的 就是人生没有一帆风顺 一定是有起起伏伏 OK 那甚至你要去 去翻你这些历史 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讲 可能会是一个 蛮大的一个挑战 你可以讲你的专业 我想很流畅 很顺利 就像你在商场上跟 就是跟客户做简报这样 做研讨会 但是当你要去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面 是要有一个 一番的起伏 跟一番的调整 去做这个事情 那回过来 刚刚这个瑞唐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个是我第九本 但是也是第一本 就是共同创作 这个部分 其实 当我那时候 开始去写这个文章 我也是在 重聚三十的 两年前两三年前 那时候就有感的发 已经把这篇文章 已经写完了 但是当想要把 我这一篇文章 作为一个范本 然后怎么样 让其他的作者 大家在同一个方向 或是你要怎么去 去去分享 你心路历程 因为要把自己的 三十年的 这个工作经验 或是丰功伟业 要讲是很容易 但是你要怎么让读者 再透过你一篇 短短文字 也经历过你的 这个体悟 心得 而有所收获 其实那是 有需要一些些指引 跟写作方面的 这个技巧 所以才会说 好 那就 那时候这本书 在启发 就是在启动之前 也弄 也把大家的意见 汇整去 开始有一个出版指引 所以 那当然后面 也主编有进来 编辑有进来 大家要开始 再去做一些汇整 跟对于一些作者 做一些重新的定位的调整 以及这本书的调整 所以其实这个工程 是还蛮浩大的 不过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学到非常非常多 有趣 而且宝贵 而且是蛮不一样的 这个特殊的经验 好 谢谢 那个我们 我想我们大概主轴 就是第一个是原有 为什么这题目的 我们大概是要写给他 接着想谈一下过程 然后一些心得收获 跟结语 大概原有大概 可能他比较清晰了 我待会请各位 稍微再补衷一下 就这种谈一下 那那个James 您这一块呢 就是在整个参与的过程 或是你的发想 起心动力 或是你看到整个团队合作 等等 我觉得这本书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 是算是因缘合合的一个产物 其实在我们去年 我记得是10月发想 然后11月呢 我们也开始就准备筹备 那当初所定的schedule呢 是希望能够在今年的5月 能够上市 所以呢 当初列出来就是说 我们要大概什么时候 能够把作者早期 然后什么时候 我记得是过年前 要把文章都能够追底好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的话 我们在这方面的评估呢 可能是真的是太乐观了 那当然也是说 在后面度度续续的时间 也包括就是我们也被 主编也退了好几次稿 然后有些文章合适不合适 那我们当初也会很担心说 是不是能够凑齐 这本书所需要的作者数 那也是感谢我们建东的校友 都很帮忙 然后在最后的关头呢 我们还找了六个 就是原本不在名单里面的作者进来 那透过访谈的方式呢 把这本书的篇幅把它补满 所以才有现在的33位作者 那我是觉得说 其实呢 这透过大家的力量 能够在12月1号 把这本书出出来 而且目前这样看起来 反应还不错 那一方面我觉得说 真的是因缘和合 一方面我会觉得说呢 也透不了大家互相帮忙 然后我觉得这也算是建中校友 能够大家一起来去成就这样一个事情 那当然呢 其实我必须说 出书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我其实 我当初我就想说 我只要出我自己出的那篇文章就好 那所以呢 我还是想说 因为出书我实在是没有经验 不过还好有名章有名胜 都是有出过书的 而且都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经验 可以协助 然后再加上我们主编 也是这样很不厌其烦的 帮助我们把这本书出出来 我觉得都拖不开 来自各方面的协助 那这是我看到 尤其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基本上我们的讨论过程里面 没有吵架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难得的事情 谢谢 好谢谢 待会再就我没有吵架 这次来谈一下 这很难等默契 因为这个其实大家都志工 然后都要上班 下班来 对因为都是跟结婚的男人 没办法跟老婆吵架 所以自然锻炼出 忍气吞声的功力 好有泪吞下去 好来 那个今天可以畅首预言 如果什么要说的话 那不过回到刚刚那个出书的目的 我是不是请生活 这人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说这本书原来的设想 是达成什么目的 那出来之后 你把它生出来之后 对不对 你有没有达成原来 想要设定的那个目标 就从那个内的上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一开始 我们就是目的是说 把我们投科学校上面 访谈的内容 然后把它变成文字化 那我们在投科学校上面 访谈的内容 其实多半的都是跟 自己的工作专业有关系 所以本来想要设定的是说 在各行各业建中毕业了之后 30年之后 这些建中毕业生都去做了些什么 其实可能比较像是一本 那个各种职业的百科全书 一开始的时候 比较像设定是这种目标 那后来在过程当中 其实跟主编去讨论说 这个书的定位的时候 慢慢的才会形成到现在 我们希望这本书是给 比较年轻的刚进入职场 或者是即将进入职场的年轻人 可以对某一些行业做一些参考 因为至少我们是过了这个30年 看回头看这个职场的生涯 那可能就是跟他们想象的这个某一些行业的内容 是不是一样 可能可以给他们一些参考 那至于说百科全书或者是讲这个职业里面 这个一些妹妹嘎嘎的部分 那时候我们讨论一下 觉得感觉到不好是 这个刚入行三年到五年的人 讲的比我们会更清楚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对于整个行业都很了解 很多细节都还在执行 那像我们这种过了30年的回头看 那有些人可能是管理阶层 或有些人都是公司老板 那再回头看这些职业的时候 可能对职业的内容 反而不如这些年轻的人讲得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这个书 在形成今天之后的这个主轴的时候 其实中间也过了一点修正 那而且有一部分是当初 我们设定有几个主题啊 希望能够几个主题平均的分配 可是糟糕的过程发现 大家对于那个自我探索这个部分 就是说过了这30年 到底你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从原先怎么想这件事 后来碰到什么转折 然后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大家写的很多都是 这个主题的内容 所以后来我们跟主编讨论之后 才会稍微修改一下 我们整个书的主轴 然后也后来发现说 买书的 我本来以为买书的 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比较喜欢看书 年轻的可能都是看影片去了 但后来跟主编讨论一下 发现说真正会买书的 其实是比较年轻的人 就是他们的这个 这几年来的经验 所以我们想说 既然要出书 那当然是面对 最会买书的那一堆人 他们想要看到什么 我们就往这个地方来前进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书过程其实 起起伏伏啦 中间还有一些故事 可能等会还可以再讲一下 但是我想 最后出来这样的主题 其实也是经过很多修正 得到的结果 好 那待会我们也可以谈谈 整个过程 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或者说你觉得最大的收获 我们还是回到这一块 就是说 这本书有没有达成 你那些或目的 那过程当然其实很多 我只有参与前面一小段而已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在想说 是不是访谈 八十几位的同学 校友 他们原来的歌系 跟后来的工作 有没有不一样 或者这样 那到底转折这样 给我们做一些分享 所以我记得 我一把那个 节目yes or no 然后把它吞出来 但是后来发现 那个走向就 有点太一样 所以其实这中间 我相信做了 非常多的表现 所以这本书的话 你觉得可以达到 给年轻人哪些的帮助呢 是不是可以 也可以再阐释一下 看看是谁 可以出来讲一下 所以这本书 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就是因为它一开始 从投课学校的影片开始 然后其实一个 当初跟现在 有个巨大的差异 就是说 找寻我们读者的定位 可能这个James 等一上可以聊一下说 其实我们做过很多讨论说 就是投课学校的 这个YouTube的影片 它究竟是给谁看 但是我们自己在看 那个数据分析 其实它是给 因为它上面谈的是 各式各样主义都有 就是你爱讲什么 就讲什么 所以它其实 它没有一个明确的 一个目标读者在那边 所以就导致说 我们在想说 那编出这本书的时候 究竟要写给谁看 所以我们自己搞不清楚 但是因为就刚刚Terence讲说 这个出版社有告诉我们说 原来现在其实市场上 真的买书 其实是以年轻人为大宗 年轻人究竟买什么书 他为什么要去买书呢 除了工具书之外 他其实就是所谓的自我探索 比如说他可能工作一阵子之后 他想知道 他可能对公司不满意 比如说Terence 写的那篇文章 就在讲说 他对公司有些自己的想法 或者说他想知道 说他未来就愿意怎么发展 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搞清楚 原来现在年轻人 其实他很希望有这种自我探索 这部分的人 其实是买书的大宗 其实想一想也很合理 就是当你想做自我探索的时候 其实你会开始寻求外界的资源 当然你会去看影片 那影片很多都是很不专业的人 跟你讲的影片 但是如果是写成一本书 毕竟是比较一本 比较专业的人 会给你的一些建议 所以就理解说 为什么说 所谓的自我探索 这种职业的学习 其实是一个目前书市上的一个大宗 那既然站在出版社的立场 他当然希望多卖书 就是说站在我们这几个工作人员的立场 其实这本书卖得很好 很棒 他卖书卖得不好 我的日子照过我的日子 所以说出版社 其实他知道说 目标客户是一个自我探索的一个年轻人 同时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大部分人 主持后 他们真正最后写出来的 也就是自我探索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match 刚刚把作者 其实现在可能都是50岁上下 那心中有很多话想要去说 但是自己的小孩根本不想听 那同事们他们也只 你也只能跟同事们说这些办公室 怎么样 大家怎么样努力 为公司效劳之类的话 那你想说一点比较内心 就是的话呢 可能大家都觉得 那就把它写成文字 可能就是这本书 最后定位成一个社会新建人 我觉得他有他市场上的一个导向 跟作者们 他们想要说的话 没有别人愿意去听 然后他最后愿意说 输出成文字 可能反而更多人去听 那么请James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我们当初讨论 这个投课学校的作者定位 投课学校目标客户的定位 其实有做过很多时的争论 第一个 我觉得我们这次出书 其实有帮我们重新在 refocus我们投课学校的 的target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在 YouTube的频道 或在Podcast频道上面 它的定位 跟我们这次出书的定位 其实不太一样 那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很好 出书的过程里面 因为要考虑到出版社的商业 所以呢 出版社会告诉我们说 你原本设定的主题是不行的 我记得我们当初所要走的这个方向 包括还有没有国际化 自我探论等等 那其实也是跟主编 在多次的会议讨论之后 才定下来目前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这样的形式呢 至少在主编他们 以商业角度来看的话 是觉得可以卖的 因为毕竟他们在这方面 他也是有投资下去嘛 虽然说这个我们也要负担一些 我们出书的基本量 但是他们其实也投入了一些人力 物力 然后去把这本书输出来 当然在商业上来讲 他当然也是希望说 这本书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变成一本畅销书 那不管怎么讲 就是说我们过去 在办投课学校的访谈也好 办Podcast 办YouTube也好 事实上因为没有 我们也没有找 没有办法找到那么多我们的听众 我们的提案跟我们去互动 说你到底你想要听什么样内容 而且事实上因为我们也不想 去做这么多的限制 因为其实当初在访谈 访谈的时候 其实就有讨论说 那我们对于来宾 我们是不是要 比方说特别针对某个主题 比方说针对医生 因为我们见到非常多的医生的校友 或是针对什么什么 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次的 出书的过程里面 事实上有在这方面 等于说另外在开创的 一个新的方向 那我觉得呢 在我们投入学校刚成立的宗旨之一 就是我们希望说呢 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 那如果说这个商业模式 是有发展成熟的话 我们可以回馈给建州母校 一些资源 那当初的想法就是 就是金钱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呢 虽然说我们没有 没有把这个 就是没有提供给学校 一个均满人生经验 跟母校的学弟分享 然后跟老师分享 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回馈 也算是间接的达到 我们投入学校创立的目的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 也许我们刚开始出发点 我们所想要达到的 这个形式没有达成 可是它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达成 那我是觉得说 在这个出书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算是一个额外的收获 那当然后面会不会有下一本 这个也是我们在之前的讨论里面 有一直在讲的 那其实大家也都很务实 就是说我们这本书能够先出来就好 那后面如果说市场反应好 我们其实有非常多优秀的效应 那是不是到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有比较多的资源 跟比较多的工作的人员 义工来做第二本出书 不过我必须要说 这个这一次呢 最困难的地方其实是在腰稿 那其实因为腰稿的部分呢 我觉得明胜跟明章 还有Terence 其实都出很大的力 我比较在这方面 我比较帮不上忙 那我觉得他们三位在这方面 真是非常幸福 对谢谢 好那我补充一下这本书 事实上到这边 待会请拜托分享 那个这本书其实我是觉得 已经上风了 第一个你看看建宗有什么样的组织 能够串联九届的校园 除了建宗校园会之外 我相信还没有 所以我们从访谈收敛到一本书 我相信它不是结束 它应该开始 那这本书是如何的成功 我们是12月18号新书发表会 建宗的校长 也许建国校长亲自 不只写序 还亲自立民县新书发表会 然后到现在才正式发表 才一个礼拜 我在建宗大陆校园会里面 就有学弟 他是护国神山派驻到南京去 他说他专程请台湾的同学 然后订书 然后寄到推案去 然后我想他也非常期待 我们就这样走过来 那有学弟也回应说 他已经购买电书了 所以我想 这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开始 我想越来越多 我们会需要看到这本书 我想他们从这边收获 所以我稍微讲一下这一块 那我请那个Bright 稍微 刚刚有些请你分享一下 刚刚前面有提到 其实我们也试图的去 跟我同届 然后下几届 因为我们扮重聚三十 我们会跟上下届串联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身旁 也是有非常优秀的同学 那大家都蛮客气的 或者要把自己的生命故事 工作经验浓缩这样子 而且能够吸引人 就觉得文字上面 可能有一些挑战 OK 所以就这个阶段 可能还 我们希望这本书 是一个抛砖引力 那回过头来是说 其实如果我们当时 这本书的设定是我们同一辈的人 我想我们现在就是 就是在重写人生的剧本 就是 所以那个 那个分享跟角度跟内容 就是我们同一辈的 但是因为回过头来 刚刚前面有提到 工作三四十年 你可能见三又不是三 或是见三又是三的心情 所以回过头来 我就会回到我前面 最早前面一两份工作 当我人生彷徨 也不好去问同辈 就是办公室的同事 然后同辈之间 可能大家也都没有什么 工作经验可以指引的时候 那我用那个心情 回过头来去想 如果我把我工作经验 什么样的整理 然后可以激励他们 就是说人生有起有福 就工作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一定有高潮迭起 那你怎么去度过你的低潮 你怎么去克服那个难关 所以后来我想 为什么在讨论群 我想讨论群 大家非常多的讨论 包括说我们现在 从家长的身份再去看 我们怎么去跟小孩子 要去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样的想法 就是说怎么去follow your heart 去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我们怎么样把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可以有 好像是你当你受伤了 你当你人生彷徨了 然后你总是说 总是想说 回到我的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有一碗非常温暖人心的汤 Comfort suit 像这样子 可能是红酒肚牛肉 我说你这本书 当时的用意 也希望能够 不管是你在顺境或逆境 然后尤其在你在不顺的 不顺遂的时候 然后有一本书 可以默默陪伴着你 旁边有人 就是当你翻阅这些 经历过人生 二三十年的岁月风景的时候 你也知道 其实大家都有 怎么样在这个起起伏伏 有挫折里面 可以再去有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那大家也怎么去走过来 不管是在人生 不管是在工作 那我觉得 当你一打开这本书 你发现里面的文字 里面的故事 都是非常真实诚恳 这不是像你所想象中的学霸 一路人生顺遂 然后30年都是非常厉害 非常董事长总经理 那个新闻上你看到 希望能够陪伴着你 或是你想 就是说这些 这些刚踏入工作的新鲜人 然后我们可以希望 可以有借有这本书 温暖你的心 然后支持你 再继续度过下一个难关 OK 所以我想如果你有机会去翻 每一篇的人生故事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就是你很难去想象 原来大家都是 就是有不一样的历练 人生 人生风景 然后去度过每一个 你看得见看不见的难关 所以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 好 谢谢 对 这本书是一番的支持 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目标目标读者 然后Brian也说是一本 就是陪伴你 虽然说我们的定位 其实是给社会新鲜的 那我今天只好看到 一位大学教授 是我们同学 他在分享说 他在学校 有些学生 其实努力很久 一直得不到一些方向 所以他就说了几句话给他 那我同时就会感觉得到说 其实对 比如说你现在是正在大学 或者说 你可能准备要毕业 你可能准备要进入社会 或者是说 你家里有小孩 他可能正在读大学 他可能正在准备要出社会 或者他出社会工作 为政治 其实还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那小孩就是 我们目标读者 社会信念也可以读 但我觉得家长 其实可以用这本书 才理解说 你该给这些小孩 该给这些 可能正在 正在人生的路上 可能还有一点彷徨 那家长有时候 他觉得说 你 我告诉你 这样 那可能并不一定是 真的是要这样子 所以说 可能另外一部分 也许就是说 身为家长 家里有这类型的 就在这个年纪的一个 一个孩子们 他正遇到这些 可能是他大学选的科系 跟他真正毕业之后的工作 他不是很喜欢 那家长可能自己 也并不一定知道说 该怎么跟他去说这些事情 那家长其实可以 透过这个文字知道说 其实这个大学刚毕业 科系也许有点重要 但当你工作了10年 20年之后 可能并不一定那样的重要 那究竟有哪些元素 是很重要的呢 那这个书里面会有 很多的作者 都会谈到这个内容 所以就是说 他的目标读者 有些也许是 大学教授可以给你的学生 或是说家长 可以了解说 原来人生方向 是这样子在进行 其实我给你讲一下 像我们自己 就算我在这个书里面 写的那一段 讲你讲说 离我现在的工作 不会很久以前的 发生的事情 是在讲说 有年轻人来问我说 他想离职 那我们就聊了一下 就是为什么想要离职 那对于自己 未来的方向有彷徨 那应该怎么样做选择 其实我写的内容 比较是这一段 那这一段 当然里面有一些 其实有一些 对话是真实发生的 它并不是完全是用一个 虚拟的故事 来写这个文章的 那可是想 我刚刚说 对我自己来说 像我是念物理系的 所以物理系念完 通常如果在本科系 你要找个工作 很可能就去半导体厂 对那要不然就是出国留学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 大家能够选择的东西不多 大概就只 你只知道这样 那你的父母能够 给你的建议 也是根据他们报章杂志 或者是亲朋好友 这个听说过来的 所以其实他们的建议 只是说你大学读完 这个大学 大概可以找到一个什么工作 那你从此 如果这个工作还不错 从此可能就一帆风顺 事实上你走过来都知道说 可能生活没有这么美好 那那么容易就是的顺利 在本科系找到一个工作 然后从此人生就顺遂 我不讲那个家庭的事情 就是你光是在职场上面的事情 就没那么简单 所以像对我来说 我物理系毕业 然后后来去 我找第一份工作是做Sales Sales做一做 后来发现说 原来我不是想做Sales 我其实比较喜欢跟人家交谈 所以后来就去做PM 因为PM很容易都要跟好多人讲话 对啊PM做一做之后 然后就才会做到软体 然后发现说软体是一个可以 就是设计 然后可以把你自己的想法 投注在这个软体上面 我觉得这个一步一步 也是自己摸索出来 那父母亲也不知道 甚至在他们年代 也许根本没有这样的职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 可以给很多年轻人看看说 其实人生不是一帆风顺 然后走对了第一步 后面就有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自然而然就来 那在这样子多变的年代 到底你要怎么样找到 你选择职业的方针 或者是你怎么样才能到 让你的心理比较安稳踏实 我觉得这也是书里面 可以给不敢是家长 或者是实际上面对职场的 年轻人的一些建议 OK好 非常好 我想这个 我们这个可能访谈 这几段是电视高潮了 就是跟自己对话 然后同时跟听这个 录影的对象 跟你分享一下 他们为什么会去 写这本书目的心 我想说你会有点彷徨 不管父母或小孩子 对不对 到底选的科学对不对 学校行不行 然后中间有一些转折 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 走过人生的高峰与步 低谷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它根本就不一顿 你也不要觉得说 建宗就多了不起 我们呈现是非常真实的一面 就是那边光鲜亮丽那一面 那个是假 可能是转战 我们是很诚恳的 很真实的 很诚心的 来分享这些 你给顾 我们不是都找 都是大观吗 对不对 或大明星 可能都很真实不诚 这块有没有什么 各位要来再分享 我还是把我那天的 新宿发表会 那天跟大家分享的 也在这个节目 跟大家再提一次 我最近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人生要处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生存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生活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是生命的问题 那其实在我们的求学过程 开始踏入社会之后 第一个面临很严肃的 就是生存的问题 那我们在这本书里面 也分享了蛮多 有关于怎么生存 或是说 怎么样找到最好的位置 去生存下来 但是呢 其实我们台湾整个社会来讲 有的时候太过注重 生存的问题 就比较没有去考虑到 或是想到什么是生活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 很有钱的人 他们也许是生存问题的胜利者 但是却是生活问题的失败者 那我们常看到有很多 可能家里生意做很大的父母 那忙着赚钱 可是他们留给孩子的办事 是非常少的 那什么是生活问题 我想这个是我们整个台湾的社会 还需要再往以开发国家 再迈进的一个要思考的 因为我常常会很羡慕 就是北欧的一些国家 那他们呢 事实上他们对于工作 就是觉得我做到就好 所以像很多时候 我们到了下班时间不敢开 因为老板还没走 可是在北欧呢 或是说在一些欧美国家 比较以前开发国家 下班就下班啊 下班就去打球去干嘛 他们安排很多很多 跟生活有关的 或甚至是回家吃饭 那我觉得这个是 台湾这个社会 在从经济起 非一直到现在 其实是需要大家 去好好沉思的地方 那在这本书里面 当然我们的对象 是给你刚刚准备进入社会的 或是你在社会上 工作个三五年的人 说重点还是说 在考虑到我们生存问题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生活的问题 那当然这本书是 唯一没有cover到就是 生命的问题 那生命的问题就是 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活 我们应该 比方说我们对于这个生命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那因为这个就太哲学 这个并不在 我们这本书的涵盖范围里面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三个问题 不管是哪个学校的业生 都好好地去思考 我里面都有一些生命的贵人 那其实大峡谷 那时候我美国念书 也是念得不顺 要供第二个硕士 甚至那时候 因为想要供博士 后来不顺就会想说 要回国之前就去大峡谷 去游访一下再回来 这算做一个小小ending 结果前一天 前一天因为也在这个hotel 想说住不起就睡车上 那我们隔天我到 自己开车到北边玩 North Rim North Rim呢 大概11点多的时候 结果又开开开睡着 就车就撞到人家农庄 起火燃烧 然后农庄主人出来救我 然后我记得想要抢救行李 结果抢救不成 我只有把旁边的包包 就是护照那些拿出来 然后被压着 压着等到救护车 救护车大概是 四个小时后才到 OK 所以我是躺在地上 然后整个车烧光了 然后剩下 唯一剩下的是 那个泡 就是台湾茶的那个铁胡子 OK 然后他用那个手帕包起来 我一直留在身边 那就救护车 然后呢 就有一个人 就是大概一两个小时后 来看着我 然后跟我讲台湾小孩 吓一跳 他说他刚好是从加拿大 要往南 然后也是那边 就是如果去大小谷 你就知道那个 旁边有个人叫Flexat 然后他还不要定居 所以他是路过看到前面就有 有那个我车祸的那个吹烟鸟鸟 就是跟着救护车到医院 然后呢 带我到他租的那个新的地方 然后有我的 我的朋友 从洛杉矶隔天飞 飞回来 然后呢 载我回去 然后等等 那我说我幸运是说 我幸好是 没有其他外伤骨折 然后是一个压缩性骨折 好 那这个事情呢 事实上是我大概是 9989年 那时候回来 那其实那时候也就 就压 回来就工作 一直压在心里面了 对 然后十几年 二十年 然后一直等到 我在工作转货 前一个工作室做载后复原 那也跟现在就讲的 组织的韧性 然后像现在疫情 大家讲的风险管理都有关系 那当我在写第八本书的时候 我后来有出就是骑摩托车雷残 然后就躺着 就是人家在针灸 在脱威娜的时候 我望着天花板 然后我才想 我现在做的事情 跟我那时候大侠鼓发的事情 跟我未来要做事情 好像有那么一点连贯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事情是 人生是一直不断的 他会给你个lesson 那是在不同的生命的周期里面 他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出现 那我相信脱威娜这本书 也是很多不同的生命的故事 不同的signal出现之后 他不断的反思 所以为什么当 我觉得搭作者上面 都很诚心的 也很努力的 想要把这个 在短短的几千字里面 要讲自己的人生故事 会那么困难的原因 因为他要对自己诚实 对 因为这不是新闻稿 也不是访问稿 也不是媒体 而是要对自己诚实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要去咀嚼 所以我相信这本书 如果还没有买 来看来赶快去看 因为我相信 你在不同的自理行间 都可以看到这些 哪怕自己行间 有一小段 都是可能你曾经发生过 或是类似的生命的故事 对 那我觉得就 刚好我生命中 就发生这些故事 然后也很感谢 很感动 就是我还可以继续 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生命中 或是别人生命中的生命故事 结后余生 感动 这种找到人生的意义 是一种住感 有时候我们在苦难 或者是挫折当中 你会觉得 好像生不如死 那事后去看 你发现它是个住 我想在这个书 你应该也可以看到下注 那有时候看看别人 那么糟糕 其实也还好 所以为什么要多看 别人的故事 那我觉得 那我觉得 那我认识的这个分享 刚好就接到 James刚讲 我们这书里面 谈到了生存生活 那刚好 Bride的这个生命的历程 跟故事 非常的珍贵 刚好补一下这一块 那我也相信 这本书会是 非常畅销 原因是在于说 不是文词的 迟早多么的美丽 而是它是 非常的真实 然后是存一个 善的心 是希望帮助到大家 那我个人预测 到了2022年的 学测完的时候 然后小放榜的时候 可能这本书也许就算 突然会冒出 一个小尖端出来 因为如果你考得 很理想的话 可能你就觉得很开心 但有时候呢 你可能觉得 不太理想的时候 父母跟那个孩子 不仿好看这个书 沉淀一下 因为有时候 不要看太短 看长一点 我想很多事情 它才会过来看 也不会不断的纠结 我想这本书 只要你看到 一个字一个故事 动画对你的帮助 我相信一定非常值得 可能对你的 一生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来这个 我们谈的原有 目的过程 那谈谈这个 收贵 我们稍微要结语 就是有没有什么过程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 或是你接下来 有没有什么期许 那我就最后再给各位 做一个结语的实践 那我们就稍微谈一下 这一块 这个过程 让你有没有什么收获 或者说你还想要补 我觉得啊 就是刚刚有讲到说 家长可以买给小孩看 其实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其实很多 现在担任老师 或者是的职业的 其实都可能会对 在他这个执教过程当中 常常会面对到 这样的问题 其实像我有个同学 在做老师的 他听说我有出这本书 我跟他简单的介绍一下 书里面讲什么 他马上就买了十本 之后说要分给那个 就是他的学生来看 其实我觉得就是 当如果真的是 当老师有碰到 学生的困惑的时候 除了你分享自己的经验 或者是老师的生活经验 可能也不够那么多元化 那可能可以分享 就是借由这个书的内容 可以分享这个课 就是有更多不同的可能 让这些学生 会接触到各种各样 不同的职业 有些职业可能 我们平常根本不知道 除了标准的这些医生 律师啊 如果你现在是要想务农的 你可能从来不知道说 怎么样 如果你家里不是务农 你怎么样去务农 这种生活经验 我觉得很奇特 那刚刚瑞涵有讲到说 后面有什么期望 如果我们书卖的不错 有第二本的话 我那时候有想到说 也许可以出一些 建宗的奇人意识啊 因为我相信 这次很多人分享 都在说 一进建宗就被学霸碾压 然后就发现 原来自己不是最厉害的 那我想说 那我们就把那些最厉害的 都找出来看看 这些最厉害的 后来都去干嘛了 这样子 对 有了第一本书成功的经验 应该找第二本邀约 应该比较容易吧 对 这是我想到的 那肯定很精彩 那个不止坦克等级的 大家都很幼稚 其实我刚刚提到说 因为他其实这些人的工作 他包含了理工农医文法商 就是说你现在正准备进大学 或是你毕业业 正在就业 其实所有的领域 我们刚刚谈出来 可能当然建宗比较多 可能是理工啊 医学啊 但这里面其实有讲到 有理工农医文法商 全部通通都有在里面 谈到说 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 他们是怎么在运作 所以虽然说 它不是一本科系的书 但它其实是一本 就是普遍所有 不管你读的科系是什么样子 那你都可以在里面 找到你的认同感 觉得是很适合大家 去阅读这本书 OK 其实这本书我觉得 它并不是说要真的提供说 你要做哪一行比较好 因为在变化这么大的社会呢 很可能就是 比方说现在大学生 大一进去 然后到他研究所出来 他原本所想要的科系 可能在因为什么技术的演技 完完全全是灭到一个风貌 他也许是从一个很冷门的一个科系 忽然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热门 就像我们在IT界 现在非常流行的 就是machine learning这个领域 那其实在89年前来讲 这个领域其实是非常非常冷门 而且不知道能够做什么 但是现在是非常夯的 所以这本书它重点是在说 不管选择哪个领域 能够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 因为呢 台湾话不是有讲啊 就是 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说 读这本书的年轻的朋友 你选择哪个领域 只要这个领域是你真心喜欢的 没关系就做 我觉得我们 尤其是现在年轻一辈的朋友 他们对于事情 就是敢说敢做的这个态度呢 是其实是比我们要强的非常多 那我觉得说 如果说有一个初心是要怎样 那做吧 那我觉得这本书 可能是在遭遇挫折的时候 拿来翻一翻 原来其实碰到问题不是只有我 前面已经很多前辈都碰到了 然后呢 他就可以再重新实体信心 继续往前走 我想是这本书能够提供的 一个很大的帮助 好谢谢 我以我自己为例 我以前从事在资管系当老师 然后呢 我现在是从事资安的工作 尤其是标准方面 他就想到 对 现在资讯 现在资讯IT有很多都现在AI化 对不对 那所以电算系可以往那个方向发展 那资讯管理要管什么 因为已经感觉好像是真的很多系统面的东西都已经是被标准化 都是商业软体的 那或许资安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向 尤其从标准 那我弟就说 当我大学实习念机械 那我是我把电算系 或是网管当作是我的辅系去修 然后Programming 甚至那时候我跟那个网管的老师 甚至合出了DOS六点 那个松刚那个年代 松刚出版 所以那时候也不知道我修那些课要干嘛 OK 那后来我也不小心就误打误撞到了资安领域 然后2004年考了这个ISO 27001 以前叫做BS 7799 然后现在要接 我今年考公控IEC623公控的执照 要源自我在大学时期修的这些资管的课 OK 奠定的基础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人生的道路上面 你未来会走 碰到哪一个插路 或是那个插路搞不好 又会变成你的主流 OK 所以就是如果有像我类似 像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的 或是在面临挑战 或是彷徨的 我觉得其实是不用慌 回去看一下过去你曾走过的轨迹 然后你学习的历程 哪一天又不小心会出现 那你刚好那个时机对了 你就会把过去的那个 你学习的轨迹 做一个重新的接轨 或是重新的一个新的道路的开展 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我相信有太多资格国家美故事了 那你可以找从这个 其他的作者里面看到 跟你符合或是相似的 这个情境里面 然后可以找到一些 可以参考的方向 OK好 非常好 这个待会我们再谈谈 可能未来 托克学校有什么期许 或是方向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故事 我是念化工 那也念还工 那职场地份工作在半导体 做自己 然后后来也到法律事务所做专利 变来变去 最后我是在网路行销里面 做什么 然后又有点沉 又有点算退休 所以我是认为说 就像贾博士讲 就是要think different 然后勇敢的做选择 不要害怕 因为未来世界 谁知道的 那我要分享一下 我跟我儿子最近的对话 我儿子是Terence的学弟 在南部念书 他是念经济系 理论上是社会 现在是大山上 然后他上大山之后 就是很不快乐 然后压力很大 他愁眉苦脸 跟他讲话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他压力很大 我想说作业多吧 学分多 后来发现 他们的确跟我们 太难想象 因为他让我看一下 他的作业 跟他的报告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他修Python 他是社会主 以前我在化工 我念修Fortune 修一个学期 学习 他其实跟我们的化工 不会有什么应用 但是他修了两门Python 一个是好像是化学 还是物理 叫做开 一个他们系上开 然后他要写Python 然后还要应用 在他的学科跟产业上面 哇难怪压力那么大 因为作业很多 然后那个是两个 砍半栽 那我这小孩子他很棒 他上课 他会去网路上找东西 像他修赛局理论 他就会去找那个MBA 什么百科 然后一些理论 他一看就马上就到了 所以我希望三科有点落差 嘴上会晃在那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说你刚好看到这块 不要担心未来 未来其实充满了挑战 但有未来可能性 不要因为现在跟过去的选择 去束缚 只局限你追求梦想 这种勇气 然后不断的奋力前进 好吧 我这个主持人理论 不应该那么多话 我反正就被各位带动上来 所以我就稍微讲一下 最近发生的事情 想法 那各位讲一讲 就是可能这还需要一点讨论 各位对于现在 因为投入照 图科学校这样也都三亿的 然后未来某种各样的期许 可能对图科学校 或者说未来方向 或者说 借由这最后的一个结语 然后给听到这一块 到目前为止的一些听众们 我们就把今天做一个结尾 我觉得很好的结尾 就是这本书 其实那个孙宾奇 他应该是最后一篇吧 他其实就有一篇在讲说 成功结尾是什么 那因为他在卡内纪 其实当讲师当了很多年 所以他身边有很多这种 陪伴这些可能很聪明的小孩 然后但是活得很快乐 可能就像那个主持人 那小孩 很聪明的小孩 对 但是可能遇到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对 突然有一阵子活得过来 所以他们就会就开始去做自我探索 想说 那我最近在追寻什么 那当然我们社会上 大家都会羡慕 所谓的人生胜利主 所以他们就问说 那什么成功结尾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那一篇文章其实写的真的非常的棒 就是他从一个卡内纪 辅导很多人的立场 然后去告诉大家 成功结尾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也很符合 他很适合当那本书的最后一篇 就大家读了 各式各样这个 理工农艺文法上不同的故事之后 然后去思考说 不管你现在做的是 是哪一就哪个领域的工作 那成功结尾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是我给这本书的一个 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总结 好那我们不抽破那是什么 就等待给你们来看一下 Taris OK 我觉得投科学校就是走来三年 那其实当初的初衷很单纯 就是刚刚前面有讲过 我们希望回馈建宗一些 不管是这个金钱账 或者是其他的方面的一些支持 那到这次出书来 我们也就是捐了一些书给建宗 那让这个学弟们能够透过这个书的内容 然后来跟这个已经在职场上30年的学长 有一个在这个书上的交流 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也是达到我们当初一开始 成立投科学校的出走 那至于未来呢 我觉得未来至少我们可以把访谈继续做下去 因为开头到说至少要破百 我们现在大概在八十几 至少把这件事努力给它完成 至于未来我觉得就跟我们书里面想传达的内容一样 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那我们就专注在现在 然后百分之百的投入 把想做的事情做好 至于会怎么样就交给天吧 我接一下Kerrance的讲法 其实呢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就像我刚刚讲 我们人生在面临三个问题 那其实在我最近跟38届读书会 读了这么多书的新的感想 就是生命真的是一个创造 那我们这一次出书也是一个创造 那我们也希望说 所有在读这本书的朋友 那能够呢 看看别人是怎么创造他的生活 然后呢 也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谢谢 我觉得其实很有趣 是这本书让我们回到30年前 去跟30年前的自己对话 那我因为跟这个有机会 就说因为三十重聚 然后我们也很感谢校长给我们一个机会 然后呢 我们的书可以进入到学校 老师等等 这学校里面 那以后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跟现在的高中生 或是大学生 或是职业新鲜人 去做这样一个对话的话 我觉得是那个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火花 那就像我回过团 当时30重聚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是在过年的时候 在咖啡店 然后听到旁边的 也是刚毕业的人 都在你一句我一句说 你成功吗 那你有没有出国留学啊 等等这些 那其实那仿佛就是拉回30年前 或是刚毕业的我的一个心理状态 那我觉得出这本书 很有意思是 不仅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然后回到当时的初衷 也有机会可以跟 就是现代的年轻人去做对话 那其实从过去现在未来 似乎我看到一些新的肯兴 那我们就看看这本 后面会有什么样一个机会 在我想在图的学校频道 或是这些讯息上面 都会有机会跟大家录出 然后也很欢迎大家 未来有机会可以做一些焦虑 好谢谢 那今天访问我们大概到这边 待会后面闲聊 那主持人做点结语好了 我相信我们应该都是 怀着感恩跟回馈的心 在座这四位就是他们的投入 那当然我们希望集结 见终了一些经验 智慧跟聪明才智 毕竟我们接受了学校的宅保 那也国家社会给我们 很多的一个教育 那我们就像InTalance 当初民生在跟他谈 不科学校计划的时候 我记得很深刻 Talance说以后这块地 会长什么东西出来 我并不知道 但是我们做就对 影像很深刻 那我相信这三年来 我们大概也端出一些成绩出来 不只是表面上看到 那个节目跟今天这一本书 那我相信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 我们可以串联出 更多人的故事跟经验 然后就不会指在我们的校委会有时候 你会看到世代上有个落差 然后可能都在政治上 没有交集 那我觉得那是很浪费精力的一件事情 没有建设性 那我相信这三年下来 我们的这样的工作团队 其实非常无知的奉献 然后也得到非常多同学们的地方 那我相信借由这本书的录出 会带动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学校 那这个故事呢 会吸引更多人见识 然后可以再贡献出更多善意料 我想这个应该是三年 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不只带给自己 也带给这个社会跟国际 我相信这个美好的这个国事 还会再继续传播下来 那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那这个欢迎大家收听 我们陆续会有更多的感言进来 我们刚才有几位专业的这个 非常专业的这个主持人 会来帮我们做一些访谈 那这个书 在电子书可以 从博客来读册 成品线上PC Home都有 有实体的书 也有电子书 欢迎去够下载 我分享给更多人来看这一期 甚至是在这个地方